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的成年人说出这么绝对的话还真的有点天真 不过作为一个盘前的金融up主 我也常常收到很多年轻同学的私信 向我询问职业选择和收入问题 平时看大家的问题看的多了 我就发现同学们普遍有一个共性 就是对工资收入的迷之重视和过分天真 这边天真的最天真表现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都认定自己的收入会一直线性增长的 什么是线性增长 就是工作第一年你赚5000 第二年你赚5500 接下来每年保持10%的增长率 到了60岁 你的工资涨到多少了 可真实职场的收入曲线真的会如此顺滑吗 我猜就算巴菲特和马拉文也只能捂住胸口一言不语 事实上 在我们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每个人真实的收入曲线都会受到年龄行业和技能的影响而千差万别 但说到底只有四种 今天我就分四个部分和大家盘盘这四条对大家至关重要的收入曲线 如果你对哪条感兴趣发弹幕告诉我 后面我会详细讲解 提前预警下 接下来的内容十分伤脑 但绝对是干货 值得你收藏分享 毕竟这种事给你打鸡血的老板和为分数论的老师绝不会告诉你 第一条收入曲线 即上即下曲线 这条曲线的特点是在前期攀升非常快 中间经过短暂的平稳气候一泄千里 这条曲线的代表人物你觉得都有哪些 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对 是体力工作者以及青春饭行业 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在这条曲线的前半段 我们的收入增长会非常快 只要稍微多花一点时间和体力 就会产生明显进步 比如送外卖的小哥多送几单 出租车司机延长点工作时间 毕竟年轻嘛 体力足 精力旺盛 加班熬夜都不算啥 甚至很多职业开始的收入就是职业的顶点 比如一战成名的舆论明星 职业电竞手的 但过了35岁这条曲线就会不可避免的遭遇滑铁炉室下跌 主要因为从业者的年纪大了 体力下降 单位时间的劳动售价随之降低了 身体的价值被抽干了 四季大哥再怎么拼也没法天天脸扭转 颠竞选手打过再多比赛 永远也比不过手速飞快的新任 这条曲线虽然看起来有点悲催 但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宿命 毕竟99%的职业 年龄增大后都没啥前途 有前途的人也用不着等到了 第二条收入曲线 稳上稳停曲线 这条曲线的前期攀升 比第一条曲线速度还要快 提点也更高 但到了终年就会变成一条晃晃悠悠的平稳线条 这种平稳何时结束取决于你何时离开这个行业 这条曲线的典型人物你猜猜都有谁 莫过于当今网红职业月薪五万的程序员 以及其他新兴脑力密行公司工作的年轻人了 得益于行业红利和技术红利 程序员们在开始的年头混的都不错 收入比同年人高 可人到中年面临技术频繁更新挑战的程序员们 或早或晚都会遭遇收入见顶的状况 或者是能力跟不上 或者是性格做不了管理 或者是触达了职位天花板 更多时候甚至和自身的努力也没什么关系 全在于公司和职位的前景 性价比不高的中年人们这时候只能被动接受工作调整 收入没了向上的空间 但支出却没办法封顶啊 毕竟越到中年我们生活中的破事越多 结婚生子买房买车 儿女教育父母养老那一项都绕不开钱 支出曲线的快速飙升 一旦穿过收入曲线 就会进入到入不服输的困境 中年危机就是这么产生的 当然这样的收入曲线也有优势 在年轻时赚更多的钱 你还可以买房收租 还可以分散投资 抗风险能力总是要强一点 再说了 要是有一个职业月薪几万 收入没封定还不用加班 没有中年危机 这世界上还有人选其他职业吗 凡事总得有个公平可言 第三条收入曲线 后继勃发曲线 这条曲线的走势和前两条刚好相反 前期增长非常缓慢 即使付出很多时间 收入提升还是微乎其微 但有一天 当你到达一个爆发点 收入增长就会像火箭一样 嗖嗖往上窜 没有鉴定 你认为哪些行业属于这一类型 暗幕留下你的答案 对 经验型职业 比如医生 教师 就是这种曲线的典型代表 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家长都愿意让自家孩子 重拾这类工作的根本原因 毕竟这样的工作 看似工资不高 但单位时间售价 会随经验和价值的积累而增长 未来的隐性收入会越来越高 你看医生和老师退休后反而更是想学术讲师的讲座和教授的创业 甚至可以跳出劳动这个框架实现财富增长 当然这条曲线隐含的最大风险就是从业者的中途退出和过岛放弃 毕竟早期的很多年里我们不断付出 换得的收入都很低 而这段时间却是我们最年轻 最有欲望 也最不安分的时候 所以从事这类职业的每个人都必须要想明白 自己是否愿意延迟满足 一旦确定就得坚持到底 因为过早的放弃 不仅没法收获指数型增长红利 还会让你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第四条收入曲线 类线性曲线 这条曲线看起来和我们理想中的收入曲线很相似 区别在于它的增长更平缓 在每个年龄的数值也第一大节 这条曲线的代表工作你猜都有谁 比如公务员及其他体制内事业编制的工作 其实职场收入本质上是个定级问题 一个人职场收入的多少 不仅取决于他收入的起点和在每个年龄的收入 更取决于他享受收入的时间长短 公务员的最大优势就是稳中有升的收入 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 很多公务员甚至感慨退休后 他们的工资比在职时还要高 不过我们常说 评价一个人的一生不仅要看他能飞的多高 还要看他是否能平安落地 而事实证明这两者往往难以兼得 好 请我给你盘了 我们每个人在职场都会遇到四条收入曲线后 接下来你需要做什么 当然就是对照评估下你的职业 或想从事的职业在哪条收入曲线上 来 公平上留下你的答案 对了 还有你是否接受这样的曲线 当然 不管你是席然接受还是启动放弃 都先来听听我给你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 哪条曲线更好 每条曲线都有利弊 我无法定论 但我可以分享给你 两个我做选择时经常用的经济学原则 第一个原则 损失厌恶原则 失去一百万的痛苦远大于得到一百万的快乐 第二个原则 编辑效用递减原则 得到第一个一百万的快乐最大 然后递减直到五感 基于这两个原则和普通人的情感体验 总体来说 上扬的收入曲线一定比下降的收入曲线体感更好 因为即便不同曲线的财产总值是一样的 收入位于下降曲线的人 感受也是痛苦多于快乐 第二个建议 你要对自己做价值重工 这种价值重工 是给予你的收入曲线 对自己的长期财富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既不被短期的高收入给骗了 也不赢前期的低薪爱比而欲挂欢 一旦你看清了自己的收入曲线 该做的就是调整心态 改变策略 在支出方面做出预判 这几年我见过太多人 人到中年收入锐减 却欠着好几套房的高额房贷 负担着极高的生活成本 这就是没做好价值评估和支出预判导致的 第三个建议 你可以采取的调整策略 如果你对目前的收入曲线不满意 抱怨没有用 行动才是硬道理 怎么行动 我提供几个策略给你参考 拿起小本本的吗 一定要收藏起来 策略一 转换跑道 转行 反而切入收入曲线更高的跑道 以获得长期的更多收入 当然你必须要忍受转行期收入的情况不迭 特略二 提升劳动负用率 收入上凉的曲线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工作的劳动负用率很高 一次普通劳动时间所产生的效果 可以卖很多遍 比如图书的摆税 写一次后面就能持续赚钱 所以收入曲线的破局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负用率 选择工作时一定要选择经验性工作 而不是熟练工这样的低门槛工作 策略三 找到第二增长曲线 这本来是互联网公司常用的策略 哪怕公司主业发展很顺利 仍然会找第二个能为增长做贡献的业务 这样一旦第一个业务不行了 第二个还可以继续顶上 收入其实也是同理 在巅峰时刻你一定要跳出对第一曲线的依赖 找到第二增长曲线 给自己留一手 这个第二增长曲线可以是理财 也可以是副业 以上这些就是我对大多数人 这一生必须面对的收入问题的全面思考了 无论你现在正在为自己的高充入洋洋自得 还是为低收入而灰心丧气 我都建议你好好看看这支视频 也许它没法立刻改变你现在的收入 但至少可以让你跳出自我的现实困局 用更宏观更长期的眼光去看待收入 看待自己 金融学里有一个现象叫均值回归 指的是股票价格的走势 长期来看很大概率会回归到它的长期平均价格附近 其实我们的收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定律 无论你的收入是先高后低还是先低后高 长期来看总是会回归到均值范围 所以一入场就得到收入红利的程序员和稳定有声望的公务员 咱们谁也没法给出定论哪个职业更具吸引力 毕竟任何一份职业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把所有好处都占全了 说到底这份收入的均值到底有什么决定 我认为上限是智商天赋 下限是后天努力 而收入走势的陡峭程度全都取决于你的渴望程度 总体来说长期主义心态有策略的行动和对成功的无懈渴望 能不能改变你的收入曲线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定会改变你的人生 听进去的掌声 好今天的内容就盘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收获 别忘了给输入一个一键三连 当然也请同学们自觉观众参数 钱其实很好赚 听我给你盘个遍 保准你能赚到钱 感谢观众参数